人生,哪能事事如意,生活,哪能要要顺心,不和小人叫真,因为不知道,不和社会叫真,因为叫不起,不和自己叫真,因为伤不起,不和往事叫真,因为没价值,不和现实叫真,因为要继续,因为善良,所以宽容,因为责任,所以承担,因为某种理由,所以愿意妥协,因为看清, 所以快乐,因为看淡,所以幸福,人,活得再漂亮,也会有凄凉,路,走得再潇洒,也会有迷茫,歌,唱得再响亮,也会有冷场,人,各有各的位置,人生观和价值观,不要歌求他人,也不要太歌求自己,保持善良,做到真诚,宽容大缘,言语律己,得语失,成可百, 爱,聚火散,都是人生的一种成长,看淡,心情才好,看开,日子才愉快,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,而是你心中的郁闷,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前途的坎坷,而是你自信的丧失,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,而是你希望的破灭,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, 而是心灵的死亡,所以我们凡事要看淡些,先放开一点,一切都会变好,无论我们怎样努力,人生中总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,却又不得不面对的,对于这样一些事情,唯一的解决之道,就是把它看破,看大,不在意,不计较, 聪明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,却会才能能解决人生中的大问题,如果过于执着的追求得不到的东西,最后得到的一定是痛苦和悔恨,以其得不到,不如不想要,水,越淡越清澈,人,越淡越快乐,水中餐杂的东西越少,虽然貌似少了许多不同的味道,却越显清澈亮丽,人生看淡的诱惑越多, 貌似缺少了许多做人的欢乐,却因新的简单而少去更多的烦恼,享受,都以付出为代价,你扮演的角色越多,活得就越累,当然,使人简单,简单,使人快乐,简单的是,想生了,就复杂了,想多了,就繁琐了,复杂的是,看淡了,就简单了,看透了,就轻松了, 骆驼本色明视,轻宽即日如来,活得不必那么精细,人间百种汹涌,总有来由,命中万般历练,皆是造化,人生苦短,用心生活,欲试退一步,为人让一步,心气别太高,火气别太盛,人外有人,处处皆有暗翘,智者,多看多听,真言,愚人, 只多自以为是哈,谁都不是圣人,尽情舒展才华,情能捕捉,笑看繁华体落,开心快乐就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看那心境才会秀丽,看开心情才会明媚,我们不必要,为了一些小事,而浪费时间,多花些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,比耿耿于怀收获的要多, 耿耿于怀,就是对自己自信的挫败,就是对自己前进的障碍,就是对快乐的伤害,放弃这些不相干的心灵负累,不要做一个耿耿于怀的弱者,而要做一个宽容的强者,看淡了,一切就变得简单,实话,其实就在那么一瞬间,我们执着什么,往往就会被什么所骗,我们执着谁,常常就会被谁所伤害, 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,凡事看的一些,不谦话,不计较,是是非非,无所谓,无论失去什么,都不要失去好心情,星云大师,神,过去的不再重齐,未来的不再奢望,人生宁静时,记得忍耐,人生顺境时,记得收敛,人生的意识,记得看待,人生是意识,记得随缘,人花开花气, 春秋循环,谁一种洒脱,谁一种开心,看人间花开,赏天高云带,十一,路,不通时,选择拐弯,心,不快时,选择看待,情,接运时,选择随意,有些事,挺一挺,就过去了,有些人,狠一狠,就忘记了,有些苦,笑一笑,就冰湿了, 又喝心,伤一伤,就坚强了,看看可可人生路,坦坦然然随原形,十二,简单的是,想生了,就复杂了,复杂的是,看淡了,就简单了,有些事,笑笑就能过去,有些事,过一阵就能让你笑笑,十三, 我们都是天地的过客,很多人是,我们都做不了主,譬如离去的时间,譬如走散的人,没有一个点不再往外蹦,你越想抓牢的,往往是离开你最快的,一切随缘,人生多巨巨,人险随它去,人生,看清看淡多少,痛苦就离开你多少,因为看清,所以快乐,因为看淡,所以幸福 十四,生活最大苦恼,不是拥有太少,而是想要太多,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,欲望太强,就会造成种种的痛苦和烦恼,欲望越少,人生就会越轻松,也会越幸福,所以,要追求人生的幸福,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,看淡得失崇拜,包容他人对错,超越烦恼的纠葛, 大义不足贵,穷义不足卑,绝不做欲望的奴隶 十五,不要在别人的眼光里找快乐,否则永远悲哀 不要在别人的嘴巴里找尊严,否则永远卑微 真心爱自己,做自己的主人,人生才能拥有自在,才能眨眼的淋漓尽致,不留遗憾 看淡了一切不再自困,如果有一天真的累了,就有机会做回真实的自己 别在乎别人说什么,沉默永远是金,实用,该得到的不要错过,该失去的,才脱的放弃 过多的在乎会将人生的乐趣减半,看淡了,一切也就是然了 执着其实是一种负担,甚至是一种苦楚,计较的太多就成了一种羁绊 放弃,不是放弃追求,而是让我们以豁达的心去面对生活 十七,心有多宽,人生的路就有多宽,人生苦短,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 也没必要过于看重利弊得失,如果你看淡了,心宽了 那些所谓的得失也不过如此,宽容是一种理性,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,宽容 其实也是给自己的心灵让路,懂得宽容的人,也就懂得了快乐 十八,人活得累,是因为能左右你心情的东西太多 天气的变化,人情的冷暖,不同的风景都会影响你的心情 而他们都是你无法左右的,看淡了,天无非殷勤,人不过俱赞,沧海桑田 我心不惊,自然安稳,活在当下,并安于自己的选择 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完全的责任,便是晴天 时就心小了,所有的小事就大了,心大了,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看淡事是沧桑,内心安然无恙 风子看,二时,得一时,要看淡,是一时,要看看 哎,人生,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,只有放得下,才能拿得起,尽量点化你的生活 你会发现那些被挡住的风景,才是最适宜的人生 千万不要过于急着,而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 多一些宽容,多一些大度,挥挥手,笑一笑 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